被妈妈逼要钱!资生唐千金不惜录2点拍电影 李米未赚钱不惜录2点!图翻射李米脸书!20101803.14 李米虽然顶住资生唐千金的头衔,但其实现在只拥有10%的股份,每年即使有400多万元的股息与分红可拿,可是她的妈妈却因为理财不慎,不仅把市值拓异的股份全部卖光光,还每个月一直跟李米要钱,让她担心到决定拍摄上空, 公路点电影 根据苹果日报报道,李米的妈妈做生意失败,最后把市价大约一,两亿元的股票全都卖光,偏偏又不知节制爱乱花钱,不仅常常出国玩又爱买名牌包,李米不给她的话,就到处跟别人借,甚至还希望李米卖掉10%的股份。 不过李米说她死都不会卖,因为爷爷生前一直告诫她不能卖掉那些股票,也不能给妈妈,然而妈妈所债事的要钱方式已经快把她逼疯,甚至连今年除夕跟妈妈围炉,妈妈都还一直骂她为何不给钱,她只好跑去跟员工围炉,逃离妈妈家。 据她透露,最近有电影找她演出,但条件是要录两点上阵,李米现在已经考虑要演出了。 除了钱的因素之外,也想说安海瑟威,汤伟等都曾在电影中有大胆演出,想以好的演员不应限制自己的演出来说服自己拍摄露点电影。